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对我国非穆斯林造成巨大影响 他说 私人法案的通过就好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进而导致我国成为伊斯兰国 又可能是在为更大更疯狂的事情铺路 另一方面 副首相阿莫扎西 也极力撇清一刑法与巫统跟伊斯兰党的关系 阿莫扎西表示 哈蒂阿旺是国会议员 允许他提成动议 与支不支持无关 再加上私人法案还没有进行辩论跟表决 希望大家不要迫不及待 接着关注竞选门2.0主席 玛丽亚城被SOSMA逮捕的新闻 竞选门2.0发文告 挑战全国总警长卡利 以便出示玛丽亚城的犯罪证据 让社会大众去判断 此外 高庭将在11月29号 临审玛丽亚城的人身保护令申请 已决定在SOSMA法令下被扣的玛丽亚城 能否立即被释放 另一方面 过去三天 在独立广场举行的声援玛丽亚城请愿会 如今被警方列为非法集会 金马警区主任赛诺说 主办者没有依据程序提出申请 警方也没有接获通知 因此 集会已经抵触2012年和平机会法令 我们之前就有报道大马人到叙利亚和伊拉克 参与哈里发国IS恐怖活动的新闻 全国总警长卡利说 警方确认一共有60个人参与IS 但其中有50个人有意思想要回国 他进一步说 如果他们有方法可以回来 警方会伸出援手 他也补充 在这些人当中 有人很天真的以为 到那一边是打圣战 还有人撕烂大马护照 但如果这些人是真心的 警方会尽力提供协助 问到这些IS成员回国后 会否会被对付 卡利也直接说明 他们回国后就会被逮捕驻查 还有一个月半的时间 就要进入2017年了 但是随着今年的物价油价上升 马币也还没有回稳的现象来看 今年年底的花红或薪资调涨 会不会有新希望呢 大马雇主联合会MEF主席阿兹曼莎 公布的接受调查的雇主报告中 无论是雇主是否愿意加薪 加薪幅度 以及是否愿意给花红 与执行人员和非执行人员 雇主的意愿都比去年来得低 至于花红数目 大马雇主联合会就预测说 如果是执行人员 花红数目就会减少 若你是非执行人员 就有可能会增加 从2016年的1.97 明年可能会获得2.11个月的花红 那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百隔大世纪是由 NH Nutri-Grain子骨粮为您呈现 NH Nutri-Grain子骨粮全面营养 呵护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